我放紫竹姑娘致命 来给你们送饭 原来你也是他们的人 吃完这一堆 明天你们就好好上路吧 你们想不想要我 姑娘 如果你愿意帮我们 我们赴唐蹈火在所不辞 不用赴唐蹈火 还请姑娘网开一面 你亲我一下 我 我不行 我有老婆的 而且我 谁爱我老婆一个人 我肯定不行 倒是任公子可以啊 任公子 潇洒成度 远胜我千辈 我觉得这个 那是李吧 唐突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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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我这一生有这个 已经足够了 谢谢你们 快 这边走 快 快 快 教备 快 快 仍然都像你这样一问三不知 我们早就快步成军了 四处姑娘教训的事 还等什么 给我追 是 奇怪 怎么走了这么半天了 上湖姑娘 你确定知道怎么出去吗 遇到之事 我也只是听姑姑说起过 其实从未来过 不知道这里还有个迷宫 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那就 我们守在洞口 点火熏烧 让他们插翅也难飞 是 他们来了 没路了 看来我们要破了这个残局 才有可能出去了 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 大道未必 这 这 局中密层云 奇异之道 精神所济 一网而身 金矢为开 天地为变 尝可以润色红叶 功成名利 赐则多才多艺 极其所致 不过以我看 还有再次忍 那便是助我们过关斩将 考之夭夭 开朗 对不起 哦 特别 想我的 大家好 不是 我是 可是 小バ 软 你 豹 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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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欢她吗 没关系 还有我 快点 还有我呀 不要 不要不要rz 不要 不要 我喜欢她 sono 公子莫菲是怕了我们姐妹吗 谁说我怕了 俗话说得好 自古渣男出少年 我五岁的时候就偷看我那洗澡 七岁就挑戏隔壁家的小妹妹 如果你们胆敢再往前一步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就怕你对我们太客气了 大家不要动 我的意思是 我和你们同归于尽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做木甲的 那木甲也是建筑的一种 所以我在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哪根柱子是承重的 就是 就是这根 我手里这个机关 虽然不能炸个出口出去 但至少可以炸断这根柱子 让房子塌下来压死所有人 故意夫人 山 山湖 你 你一开始就骗我们 根本就没想救我们出去是吧 男人被女人骗没什么大不了的 若是这个男人一辈子没被女人骗过 那才是他做人的失败 你只需吃一切长一致 越是像山湖这样美丽可爱的女孩 越是容易骗人 你们下去吧 是 跟我来 我算看出来 你才是这儿的头吧 你还不算太笨 像你这等雕虫小技 根本无法离开这里 我算是看出来 你们这儿不就是女儿国吗 手下是女的 头目也是女的 你们是不是一辈子没见过男人啊 懂了懂了懂了 哎呀 秦贼仙秦王 我先抓住你这个当老大的再说 懂什么了 我也是个当过官的人 为官之道我也略知一二 有了好的东西 要先孝敬给上级嘛 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个男的 所以你应该是想留着 你是想先上吧 放肆 我说你也别害臊了 你把他们全部支走 咱们俩慢慢聊 你只不过想抓住我威胁他们吧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你要想逃出这里 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桌上有两杯酒 一杯有毒 一杯无毒 你要是选中了无毒的那一杯 我就放你走 你要是选错了 就得被毒死 此话当真 一言九鼎 当然 你要是害怕了也可以不选 我看刚才那些女孩也挺喜欢你的 你可以留下来做他们的奴隶 我可以保证你无病无灾地活到八十岁 可我不喜欢他们 做奴隶 哼 还是喝酒来得容易点 你选定了 选定了 就这个 你没有看到我刚才喝的是哪一杯吗 看到了 那一杯吗 那你为什么选这杯呢 你刚才动作极快地喝了这一口酒 而且只抿了小小一口 你当时那么做 不过就是为了要误导我罢了 你这酒 就算有毒你也有解药 但是我相信我手里这杯你没碰过 才是真正没毒的酒 你想这么多就不怕自己想错了 我提醒你 想错了就得死 我原本好端端在家乡当着县令莫名其妙就被流放抄家 被迫和爱的人分开 如果真的死了 就算我命太差了 你 对啊 就是我 我叫红饿 他们都叫我红饿夫人 对了 你刚才喝的也不是什么毒酒 是结酒 谷中有瘴气 你若是没有喝那杯结酒 恐怕现在就真的没命了 那 另一杯酒是 另外一杯 也不是毒酒 以后这两位就供你驱使 你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跟他们说 别看我这与世隔绝 只要你想得到的美味佳肴 我都可以满足你 行行行 这都不用了 你先把我朋友找出来 他们没事吧 陈生 没事吧你 陈峰 恭喜二位通过了试炼 世界上有两种男人最值得我敬佩 第一种是运气好的 第二种则是胆子大的 如果能抛开这两点 把握男人的本性坐怀不乱 那就是世间含有一等一的英雄豪杰 幸运的是我今天遇到了两位 你们跌落悬崖不死那就是运气好 所以这第一关是美色的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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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好呀 我喜欢他 第二关则是勇气 其实看得出 我喝的是哪一杯酒并不稀罕 稀罕的是即使看出这一点 也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去赌喝另外一杯 感谢感谢 同位的话就别说了 我只想问一下 就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走啊 你们通过了我的试炼 自然是我要找的人 完成了我的任务 我一定亲自送你们离开 笑什么 我哭笑还完成什么任务 我告诉你 你现在无非就是想利用我们 帮你完成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告诉你不可能 为什么呀 我 我和他 我们俩都是朝廷侵犯 他犯了什么事我不知道啊 反正我这一路是想得挺明白的 我再也不要当别人的祈福了 我本来日子过得挺好 当着自己的少爷 好死不死的非要当那个县令 莫名其妙还成了太子党羽 落到现在这个田地 所以你要我再给你卖命 得了我 我看夫人也是非常之人 为了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人某荣幸 喂 你是不是被他美色迷惑了呀 我告诉你 我一看他就不是好人 王公子先不要激动嘛 不妨先跟我去一个地方 然后再做决定 二公子 请 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你们如今看到的日月谷 原本是我和另外一个人 碧鹿蓝鲤 一点欲滴给建设起来的 这里的一草一叶 一花一木 都曾有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你求人哪 不是 是如今的月族首领双曲服人 他曾是我最好的姐妹 也是现在最大的敌人 那既是最好的姐妹 如今又为何变成最大的敌人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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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三姐, 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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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 三姐 三姐, 三姐 三姐, 三姐 三姐 你們好心菜 四姐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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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怎么了 夫人 已经太晚了 香菱是我看着长大的 香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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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您别伤心 我们一定能照顺乐足的 你干吗 你干吗 水 水 兄弟 真吃不住 战胜月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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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月族 战月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 服务烛 你是不愿意 你这个下楼 你就是 谢谢 我就开诚不恭地说了 今日要是我日族齐开得胜 还巴巴地送两个男虫给月族 那双渠定不会相信 可偏偏月族刚给我们日族来了个下马力 就连我这个当家的都差点死于毒烟 我失去了人心命在担心 此时派亲信暗中求饶 也不失为一种委屈求生的法子 所以夫人的意思是 让我们假途成真自杀 沙 沙员 你害怕了 你猜就吃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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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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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亲不难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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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干嘛 没什么 你是想跟我结拜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回乡起事 真的真的 我跟你说 虽然我们出身不一样 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 但是 你别笑啊 我们能在这个 与世隔绝的地方 共同经历生死 也是缘分 真的是缘分 王公子 任公子 可算找到你们了 这 怎么了 夫人说了 让你们今天早点休息 这一路上危险重重 希望你们为了日族的荣耀 好好保重自己啊 为了日族的荣耀 你们说话都这么正经吗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是 我这个人好奇心中 我万一说错的话 你千万别怪我 我 我觉得 月族是不好 他们掠夺财产 残害无辜 你们这个仇是要报的 但是呢 已经都过去十年了 这不累吗 我的感觉啊 我觉得你们 就是不应该局限于 这小小的日月谷 大家应该走出去 然后开辟一片新天地 说不定大家就可以 化干戈为月博了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不是 我 我哪说错了吗 我真是 错 全错 日月谷是我们的家 如果家都毁了 那外面的世界还有什么意义啊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打败月族的 不管受再多的苦 死再多的人 只要我们日族还有一个人活着 我们就不能让日月谷 毁在月族的手里 我觉得你说有几分道理啊 但是我觉得 不是几分道理 而是诗真实的道理 公子今天说的话 我就当没听见 否则夫人又该生气了 告辞 谢谢啊 谢谢啊 紫珠奉劝夫人三思而后行 无论是为日族还是为夫人 紫珠都怨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紫珠不愿意去月族 不是担心夫人的安慰 而是 而是不相信王元峰 和任凭生两个陌生人 说下去 夫人想 我们略施小剑 他们就肯为我们效力 可见他们为人倾献 此等倾献之人 今日能为我们所用 来日 难保不为双曲所用 还有一种可能 他们根本就是双曲派来的奸细 日月谷十几年来 从未有男人踏足 他们从高处坠落而不死 又正好落到我们日族 天下哪有如此巧合之事 你说了这么多 到底是不相信他们两个呢 还是不相信我呢 我 紫珠 你是我日族最忠心最正直的人 但有时候会矫枉过正 就说你要私自处死他们一事 差点破坏了我的计划 刚及已折强局则辱 我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 属下紧随夫人叫我 夫人 任公子求见 他一个人来的 对 就他一人 让他进来吧 是 紫竹 你先下去吧 是 紫竹 你先下去吧 噗 噗 干嘛去啊 袁峰 不敢跟我结拜 又拼命灌我的酒 我猜你刚才是 去求了洪鄂夫人 要自己一个人去四杀双渠吧 我知道 在你看来 我就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废人 我呢 不会跟你这种江湖大侠并肩作战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人平生独来独往惯了 我一个人的命丢在日月谷也就罢了 你家里有母亲有妻子 他们担心你 你得为他们保重好自己 所以你就打算一个人去赴死 怎么能叫去赴死呢 那至多不过在双渠旁边给她做一个男宠 你说 日族的姑娘一个个都貌美如花的 想必月族的夫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 所以这种好事你就想一个人多想啊 远方 我不是那个意思 刚才我已经跟红恶夫人说好了 只要我去做这件事情 她就送你离开 有件事情我是认真的问你啊 你 就没觉得刺杀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吗 真的 好 呀 我 就算是 不认识 不认识 刘 Owner 刘 Owner 刘 Owner 刘 Think 刘iping 游付同享 油难同当 那个 紫竹姑娘 紫竹姑娘 夫人让你以礼带我们 这个就是你的礼啊 夫人心地好 不仅免了你们的死罪 还对你们为以重任 你们若是敢对夫人 有半点一心的话 变鲁手 你是要咳嗽我们是吧 我们要是活不下去了 你回去怎么跟夫人交代啊 找废话 律师 你先 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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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拥 我也不争 别亂 驾 驾 别亏了 啊 来啦 来啦